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孟赫棠也凭借着电影《大赢家》展露头角 收获了更多流量和粉丝 俨然成为了《大赢家》 不知道秦潇贤会不会因为这部电影 而实现真正扬名立万呢 郭德纲曾在采访中说过 虽然德云社开设了天津分社 但是未来德云社不会盲目的扩张 因为人手不够 郭德纲说 培养演员很复杂 需要大量的时间 而且现在贺字科有的都来了十几年了 还没有上台表演的机会 这一行不好做 很多都是在小剧场打磨十几年的时间 才有上台的机会和本领 而秦潇贤却是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让于谦老师都没有想到 秦潇贤会这么火 直言想给他磕一个 就连作为太子妃的颜鹤祥 都要亲自给他让座 刘德华亲自邀请 跟随师傅一起共计午餐 这是否就说明他已经扬名立万了呢 很明显不是 2011年进入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2014年上半年 考入德云社取得登台实习资格 2015年参加德云社肖字科考核 荣英肖字科第一名 2017年5月跟随德云社商演 不过那时候他还没有上台表演的资格 只能当当串场主持人 但那时的他已经小有名气 张云雷的一句老情 让许多粉丝印象深刻 2018年 秦潇贤孙九湘首次亮相商演舞台 正式成为搭档 作为演员进行表演 与此同时 短视频的火热也成功地将秦潇贤 从德云社的小剧场走入了大众的视野 他在相声圈里独树一致的身高 颜值和富二代人设低音泡的嗓音 以及他在短视频中表现出的 憨傻怂反插萌形象 赢得了当下年轻女孩的喜欢 但与此同时 额姐也成了老秦爆火路上推动计 连着几天被额姐呃呃呃的笑声支配的恐惧 导致老秦一上台就先看额姐来没来 虽然秦潇贤在德云社小剧场中 人气一直比较高 可真正被大家所熟知 却是因为额姐 节目中秦潇贤诚恳地表达了 对粉丝额姐的感谢 随着秦潇贤的大火 随之而来的就是综艺不断 从欢乐喜剧人到笑起来真好看 每位夜行侠 当然了国潮 再到德云社自制综艺 德云斗笑社 自制网剧 德云瓦社 秦潇贤也是继郭麒麟 德云社第二位登上跑男的演员 但相比于扬名立万还差得远 郭德纲曾说 秦潇贤还没有学会就已经红了 相对于其他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秦潇贤红起来的速度 可以说用坐火箭来形容 再合适不过了 秦潇贤也深知自己的不足 在相声表演方面 也曾因黑粉不敢登台演出 相对于娱乐圈这些综艺节目 相声才能给他更多的底气 不论以后做什么 起码知道自己有一方可以立足的舞台 那是永远都不会丢掉的本钱 岳云鹏出出茅庐时 在相声演出时 也曾被观众碾下台 在《歼命侠》中本色出演 只有几分钟的戏份 但是却让很多观众 记住了那个可爱的胖螳螂 岳云鹏自己也提到过 那几年一直在演主演的朋友 只有几句台词 但一直都在认真对待 自己接到的每一部作品 随着不断的积累和沉淀 如今岳云鹏五次登上春晚 岳云鹏接到的戏份越来越多 甚至成为了电影的主演 秦潇贤一直把岳云鹏 当做自己的偶像 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吧 老秦也会像诗歌一样优秀 在德云斗笑社中 郭德纲也是不止一次的 敲打秦潇贤 让他切记不可耽误了练功 当流量明星 终归不是一条好走的路 在采访中 他自己也坦诚 会担心不再红了 他觉得自己应该再沉淀沉淀 等到三十岁的时候 也许就开窍了 我不怕晚 在德云斗笑社第二季中 秦潇贤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可以演传统节目 因为能让师父好好看看 老话说得好 人还是要有一技傍身才行 大家也可以看出 秦潇贤对相声的喜爱 也深知自己在相声方面的不足 相声也可以说是秦潇贤根本 秦潇贤近几年的进一步 大家有目共睹 也得到了师父多次的肯定 相信秦潇贤真正开窍那天 也是秦潇贤扬名立万之时 我再给人了一遍 喜爱 我再给你们了